欸 你知道嗎 我覺得尋浦村不但是建築有特色之外 這裡的女生還特別愛漂亮 因為不管是年輕還是年長 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 她們頭上都帶著像麗勇這樣子的頭花 人家這叫張花圍 張花圍喔 怎麼回事 我們這裡的女性呢 都是輸的這個張花圍的 真的 走 我帶你去張花圍 走 我去 我合適嗎 合適嗎 我合適嗎 我們尋浦裡的這個頭飾呢 它是叫張花圍最具特色的 據歷史記載 是從壽元時期的古真鞍髮演變過來的 我看到了非常熟悉的筷子 然後這一根呢 其實它是叫古蹟 古真就是像真一樣的古蹟 據說也是海上市仇之路的一個博賴品 鞍髮就是現在你看我 以前尋浮地他們從小就留長頭髮嘛 然後呢 梳成一條長長的 然後再給它盤起來 就按進去 按上去 就叫古真鞍髮 給它盤起來 盤進去 一圈一圈的 一圈一圈的 再把這個古真給插進去 對 給它鞍進去 插進去 就像古真鞍髮 我們要帶一個魚酥 因為他們海上勞作的時候 這些碎髮你看就會這樣掉下來嘛 那他們就會把它酥一酥 把它這樣子藏起來 然後現在我們就帶花 那我們今天帶的是捲花 年輕人比較愛漂亮 翻到四圈 那奶奶他們年紀大一點 可能就帶個一兩圈 所以一般是年輕人會帶的 比較豐富一點 因為老人家頭髮也比較少嘛 年紀也大了 在這個配飾上如果太重也不好 尋浦女 柯柯錯 古名居 老建築 尋浦村不但是 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 重要港口之一 這裡的歷史人文也非常的豐富 阿家強力的建議大家 有機會一定要親自來走一走 看一看